销声铺的救赎 在台湾 欢迎叫做 刺激1995 手机收到了一个简讯 但是在大陆会叫做 充电宝 在台湾 不叫做 我会建议 同志可以多多参加一些 像社团活动 如果你今天是在 北方读的话 首先 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保暖工作要做 哈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陈学长 今天 就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湾学生 刚到大陆 读大学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 哪些事情吧 我是台湾青年 我来说 第一个部分 生活小琐事 那么 首先来讲的就是 吃 民以食为天嘛 今天不管在哪里读书 一定有你那个地方 当地的特色口味 但是如果你害怕说 会不会吃不惯 其实可以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在大学里面 大学的食堂 为了要迎接来自各地 所有的同学的到来 食堂的口味 会是更为大众化一点的 所以其实可以不用担心 当然如果你今天吃腻的话呢 学校里面或周遭 通常都会有小吃街 或者是美食街 商业街这种 那里面也会有很多小餐厅 小吃店 你也可以去挑 你喜欢的 第二个部分 穿衣服上面 如果你今天是南方读书 好比说 深圳厦门 或者是广东这些地方读书的话 它跟台湾的气候是比较相近的 那不用太过担心 但如果你今天跑到比较北方 像我是跑到天津 那天津的南北温暇就会更大一点 因为像天津它会更干燥 冬天更寒冷都可以看雪 我们在台湾都没有看过雪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在北方读的话 首先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保暖工作要做 我就是第一个冬天 感觉会比较难熬一点 那我的建议是在当地买羽绒服 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做好保湿工作 尤其是在北方的同学 冬天到了 嘴巴很容易会干裂 然后或者是手肘或者是手部的保湿工作都可以做好 要不然冬天很干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发生干裂的情况发生 再来就是讲到出行 出行的部分你可以先查一下好 来学校周遭有什么公车站地铁站 在哪里叫计程车比较方便 哪里要等比较久 哪里上车可以比较快速 大概了解好学校附近的配置图之后 你就能够出行 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时间 我相信对学生而言 除了学习以外 另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找乐子要去知道怎么去玩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讲 校外的话可以去了解 学校附近的配置有没有商场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比较有名的学生区 可以有很多好吃好玩的 或者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你们所在的这个城市 有没有什么风土民情 历史底蕴 历史古迹 等等 关于你那个城市的旅行攻略 这样如果家人来找你 或者是你可以跟你室友 这样就会地方可以去玩 那同学在学校里的话 我会建议 同学可以多多参加一些 像社团活动啊 学生工作组织啊 来扩充除了学习以外的 在学校里的校园生活 也可以让校园中文变得更充实 累积一定的精力 在电影翻译上面 两岸常常因为翻译的方式 或者是说结果不一样 常常也会闹出许多笑话 好比说 在大陆有一部国外的电影 翻译叫做 《销声课的救赎》 在台湾翻译叫做 《刺激1995》 那还有一部电影 叫做《加勒比海盗》 在台湾翻译叫做 《玄桂奇航》 那小陈同学今天就列举出几个 可能你在生活中会遇到 但是因为教法不同 可能你一时间没有办法认出来的 东西的教法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第一个 就是前几个月在歌词里面 很有名的叫做 保丽龙 我们就觉得保丽龙很正常 保丽龙 但是在大陆不这么叫 在大陆我们叫泡沫 所以说泡沫和泡沫箱 其实就是台湾的 保丽龙和保丽龙箱 因为有的时候发音 两岸之间也可能不太一样 好比说我们会更常 在台湾叫做微笑 但在大陆叫做微笑 所以这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手机收到了一个简讯 但是在大陆会叫做短信 简讯跟短信 还有好比说我们在台湾说 今天出去玩要住在哪一家饭店啊 要住在哪一间旅馆呢 但是在大陆我们会说 要住哪一间宾馆 或者哪一间酒店 那如果我们在大陆做饭店的话 会更强势指 就是自民意想吃饭的那个店饭店 那还有像是充电宝 在台湾不叫充电宝 这里叫做充电宝 但台湾是叫行充嘛 行动电源 那在这里叫做充电宝 所以这就是大概 你可能会在生活中遇到 或听到或碰到 或是你想表达 但不会讲的 还有很多很多需要你自己在生活 一段时间自己体会到 可能才会遇到的 跟大家聊一聊 我来大陆学习 我认为应该抱有什么样的心态 来面对我们在这里的生活 我认为可以简单的归纳成三个词 来到大陆生活 会发现这里的环境很熟悉 有家的感觉 但是又会有那么一点陌生在里面 那可能这个陌生是存在于 每个地方 你去的那个地方的方言 跟你原本在的地方不一样 或者是说有一些观念 有些想法会跟你不太一样 或者跟你过去所知的不一样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先去理解 理解他的过去的背景 理解他们当地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丰富民情 理解可能他的个人背景 或者是说他的家庭因素 他的人生经历导致你们两个人之间在不同的事物上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 那么在理解完之后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去沟通 进行一个概念的交换 就像是 Brainstorming 我们现在常常 都是一直在输出 输出我们的观点 输出我们的想法 输出我们想要说的东西 但是我们很缺乏一个输入 我们只有输出没有输入的话 这样只能叫做表达 它不能叫做沟通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在面对矛盾的时候 互相了解 为什么彼此会这样想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去包容 我们要培养我们的所谓现在很常提到的人文关怀 需要有一定包容能力 然后有一定理性能力 理解能力的人才可以去做到的 纵使我们有千千万万个不一样 但是我们也有更多更多的一样的部分 是值得我们去共同努力 然后可以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家我们都生活在一起的 这个分享的结尾送给所有同学的理解共同包容 希望他们能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也能发挥他们的价值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全部内容 我是小陈学长 希望下次还能与你相会 拜拜